现在我们就看另外一个项目 就是当光线从折射率比较大的地方 入射与折射率比较小的地方 比如说从这个介质水或者玻璃里面 入射到空气的话会有这个现象 一般光线到了界面会有反射波跟穿射波 但是在某一个角很奇怪 因为这个角比上 说这个你在这里画个normal line 这个角大于 我们先看这个 不是这个角 画一个normal line 画一个normal line 这个角就是这个角 这个角 这个角是入射角 那这个是 这个角就是穿射角 你看穿射角比这个入射角要来得大 如果它是从大介质到小介质的话 好 就是说穿射角一定要比入射角大 好 到了一个地步 穿射角是90度 入射角还不到90度 那就是说入射线是这样子 它没有穿射线 90度 就朝这里来 然后这是它的反射线 如果你比这个再大的话呢 它这个角度最大就是90度了 不可能有这个更大了 如果比90度更大的话 那它就是反射 就是说它没有穿射 全部都反射 好 我们现在介绍的就是内部全反射 就是指这个内部 大介质 摘射率大的介质 入射于头射率 摘射率较小的介质 它会有一个时候 角度大于某一个角的时候 这光线就不会有折射 全部都反射 所以全部反射 没有折射 所以这叫做内部全反射 刚刚好 在这个角的时候 那么折射线正好是90度 90度 那这个角我们就称它叫做 Critical Incident Angle Critical Angle 就是临界角 临界角 这个应用很多 比如说临近的 这应该念成人静 它的反射 因为人静我们用在这 比如说万元静 它让光线在里头绕出来 这个时候就在里头做全反射 还有界电子的坡道 Wave Guy 或者是光线里面 这个坡只在这个Wave Guy里头传播 或者光线只在光线里面传播 这应用的地方很多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 这是任意角入射的时候 Normalize 这是它的入射角 这个是它的穿射角 穿射角大于入射角 因为Epsilon 1 这个大于Epsilon 2 Epsilon大于Epsilon 2 而Mu是相等的 从Snail's law 我们就知道 它是等于这个字 因为N2 现在这是1 它从这里过去 是N2 N2现在是变成这个 N1是这个 N2 N2 成为3C的第一 等于N1 成为这个 那么这个 把N2除过来 N2 1 over N2 等于根号 Epsilon 1 over Epsilon 2 成为这个 因为 Epsilon 1大于这个 它大于这个 就是大于1的值 这两个东西要相等的话 那就是 你这个角 一定要大于这个角 OK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比过来 3C的第一 比上3C的I 要大于1 那就是 按照这个 数学上来讲 不要按照物理上 它就C的第一大于C的I 在这个状况之下 如果是这个情形 那就是 折射角 要大于入射角 如果在某一种情况 折射角是90度 那这个时候的入射角 折射角90度 折射角如果是90度的话 那就是 这个等于1 这个等于1 3C的第一等于1 那这个 这个等于1 就是说 你这个是90度了 已经最大了 如果说 入射角 再比这个更大 比这个更大 那不就是3C的T 要大于1吗 这是90度 是这个 如果你比90度还大 如果 如果 C的I 就是 C的T是这个 那C的I等于 这个角的时候 C的T是90度 因为 因为C的D大于 C的I 当它这个 这个时候C的I 这90度是C的I等于I 等于这个字 如果它比这个更大 它比这个更大 这个等于C的I 这个等于C的I 这个是等于1 那你这个 比sine C的IC更大 那这个就是 这个比刚刚值更大 那这个值要更大 这个值要更大 对不对 照数学上的这个值要更大 但是事实上 我们知道 这是正选函数 正选函数 不可以大于1 不可以比1更大 就是说这个 比这个大的时候 那这个角 这个C的T的正选按数 要大于1 但这个不可能发生 所以 C的I等于C的IC的时候 就是这个角的时候 平面坡 就不再穿入这个 你再比它大 再比它大 那这个 你不能说 我这个比90度更大 那就不能这么帅 那这个箭头 比它更大 比如说这个角 它就要进入到 第二个节目来 那这个时候 在同一个节目 这就是反射 我们要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就是 就是 入射角 要等于反射角 入射角 要等于反射角 那在这个时候 入射角等于这个的时候 反射定律是等于90度 那这个角 就是一个刚刚好 在这个时候 这光线不会跑到第一阶值去 这个叫做临界角 C就是代表C C 我们现在把 C的I等于C的C 就是 入射角等于 C的角度 C的角度 三十一大第一是九十度 就是一了 就是這個 它就是等於這個字 所以Critical Angle 等於Oxide的這個字 或者是這個 這要記起來 我們前面有Critic 有這個Booster's Angle要記起來 Critical Angle是什麼 記起來 你把它擺在一起來記 就不會忘記 就不會搞不清楚 從數學的觀點來看 θi大於θc的時候 3θt就是這個 要大於1 我們先不管它是正確還是 就說這個值大於1 接著二中的折射 折射波的電廠 看看 剛剛漏掉一個東西 這個 數學觀點 再來 要記得 在這次數學觀點是大於1 好 現在我們來看 在這次數學觀點是大於1 接著二裡面 接著二就是這個 它折射的電波 折射波的電廠 就是AX 我們假定它這個是 這個角 這個只有一個方向 就是朝這個方向 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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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朝 X 它是 在XZ平面上的一個 一個坡 這個角度 它是 假定它是這個值 這是入射波的方向 入射波 那現在我們是 這是 critical angle 它這個方向值是 AX 好 那麼 這個就是它的正幅 方向 它正當方向 朝X方向 行進方向 我們先來看 它第二個節制 β2 然後KT KT 我們拿任意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 好了 這個好了 它Z是正的 X也是正的 所以是這個方向 因此 它的phase factor 就是這個 β2 KT R 就是等於這個值 好像AX 換成X AZ 換成Z 好 我們把這個展開 它就是前面這一項 後面這一項 成上前面這一項 我們就 我們說 這個是我們先寫 等於我們才知道 這個指數是一個實數 這個指數 這個指數是一個虛 複數 虛數 好 我們說 JβZ cosZi 它可以等於什麼 等於Jβ2 Z都有了 cosZt等於正負 根號1-1-3平方 Zt 記得它 這裡有正負 我們過去都取它正 這個地方取正不行 要取負才可以 它其實是正負值 好 我們現在取負值 那它就變成什麼 那它就變成什麼 單單看這個 它就是正的 Jβ2Z 更號1-3平方Zt 因為這個大於1 大於1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 提出一個 把這個 提出一個負1出來 提出一個負1出來 就是J J字 J乘J 負1 負負得正 我們取負的 所以就是負1 這個在前面 好 那根據Snail's law 3平方Zt 可以等於這個值 那現在你看 Zt1又大於 Y1大於Y2 那這個 這個值 大於1 本來這是小於1的 這現在是大於1 大於1 這本來是負的 拿到前面去 這就是變成 大於1的東西 那它就是十數 十數 好 我們就 令這個 要等於負 α2Z 就是這一項 exponential這一項 等於我們就令它等於 exponential負 α2Z 後面這一項呢 後面這一項 我們還是造寫 J J Beta2 X在這裡 3C的T 跟3C的R用 Snail's law 好 那麼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是 因為這個是 等於Beta2 Beta2 Beta2 就是這整個 我們令它叫做Beta2X Beta2X Beta2X 我們這裡寫 Alpha2 就等於這個值 Beta2X 等於這個值 我們就 把這個式子 於是這個式子 就可以寫成這樣 負Alpha2Z 這是負Beta2X 這是有個J在這裡 剛剛如果我們這裡用正的話 這個地方就用正的 正的就不對了 這是一個衰減的 你如果正的話就說 我越往這個方向去 你看 它越往Z方向去 這個值越大 它不會放大 它只會縮小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要去負值就是這樣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FaceFactor 寫成這個像 這是 入色波 顯示 這C的I大於這個狀況 大於這個時候 穿色波呢 穿色波 它有一個衰減的這個 就是它本來是往 本來都應該往這邊去了 但是大於這個值以後 往這邊呢 就衰減 強度而且是快速衰減 很快就沒有了 光波其實是一種能量 你不會說衰減變成零 它就真的就不見了 不會 你不到這個界子 它就回到這個界子 所以它呢 沒有辦法穿色 它就反射回來 反射回來 所以它的 穿色波 為什麼會 沒有穿色波 就是它穿色波會衰減嘛 摔進到零了 就沒有了 那就不到第二個界子 就回到第一個界子 所以它就全部反射 好 現在我們看一個題目 用透明的界子 我們光線從這裡射進去 然後它就在 希望它就在這裡頭反射 它不會穿色出來 這就是這個界子做一個 這個界子做一個 導光或者導波的 界之棒 界電之棒或者是纖維 或者是光纖 要使波從棒的一端 當以任一角進去 就能被 局限於 棒內 就這個波 通通在裡頭 一直到從另外一端跑出來 當中不會跑出來 那問 這個導波界子 最小界電常數是多少 這不是任一支都可以 你一定要選擇一個 選擇一個折射率 現在我們看 從這個圖 這是任意的入射波 這是折射波 這個折射波 射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就是它在界子一裡頭的 入射波 如果這個波 這個入射角 如果這個角大於這個界子的 Critical Angle 那這個波就不會射出來 就是全反射 所以這個角一定要是這個界子的 Critical Angle 所以Sitta1 Critical Angle 一定要大於Critical Angle Critical Angle Critical Angle 如果是角度越大 正確的函數就越大 Critical Angle Critical Angle Critical Angle 就等於Cosin Theta1 Critical Ang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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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把這個圖再看一遍好了 這個圖看一遍 這是恩溫 這個是恩圖 恩溫的界子要大於恩圖 恩溫的界子 它的折射率大於恩圖 那這個是在外面 好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是剛剛從那個棒的一端 一端射進來 它是這樣子 好 那麼這個等於1了 這是外面的 這是裡頭的 好 那3c的t 就等於這個 乘上3c的i 那Cosin Theta1 是1-3平方 c的t的 開更好 那就等於1-3平方 開更好 好 那3c的i ic Critical Angle 它是等於 N2 2 over N1 Epsilon2 over Epsilon1 Epsilon2是1 外面是1 裡頭呢 是Epsilon1 R 所以 把這個獅子 把這個獅子跟這個獅子 帶到這個裡頭 帶到這個裡頭來 那我們就得 Cosin Theta T 是這個值 那這個 3c的i是這個 所以 這個值 是 因為這個 它的這個 酸色角 剛剛我們算過了 它是 等於這個值 大於這個值 它大於它 這個 大於這個值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值 大於它 兩邊都平方 那就是1-3平方 1-1 1-1 3平方要等于ε2 大于等于ε2分之1 这个要大于它的话 那我们把这个合并起来 我们就发现ε1r 要大于1加 大于等于1加3平方c.t 所以右边为极大的时候 右端 就是当这个等于1的时候 3c的i 是等于90度 就是这个角 还有没有 还有是吧 3θi等于1的时候 这个是等于90度 就是说你这个值大于等于这个值 而这个值的最大值就是1 1 最大值就是1 就是θi等于90度的时候 那这个就要大于2 这个要大于等于2 所以 我们最小的界电值 因为它是大于等于2 最小的值就是等于这个 所以里头的这个 我们这个圆柱棒 它的界电常数 一定要比2大就对了 最小要2 因为 这个是成比例 所以我们说过了 所以N温 N温就是那个 界电值棒 这个N图是外面 空气 空气是1 空气是1 那这个也是1 所以 所以N温就等于这个 而它 最小值是 它是 我们就用这个 大于等于2好了 它就大于等于2 最小最小最小 N为要等于 更好2 等于更好2 所以 我们说 折射率 凡是折射率 大于 更好2的物质 像玻璃 这是1.41 玻璃了 石鹰了 都可以作为 界电值的导波棒 可以作为 界电值的导波棒 还有几分钟 还有30分钟 我们再看一个 题目 有一个 垂直 偏正 均匀平面波 斜色到 Z等于0 这个界面 假如 Y2 大于Y1 Y2 大于Y1 就是说 它是从 小于Y1 大界值到小界值 那Zheta I 大于Zheta C 这个值 大于这个 Critical Angle 现在要求 穿色坡的 表示是 还有证明 传递到 界值2的 坡的 平均功率 是0 好 路色坡 行进方向 路色坡 它 朝X是正的 朝Z是正的 路色坡的电厂 跟磁场 我们就可以写的 假如电厂是这个 这是它的正乎 假定一致 这个 也一致 这是空气 不是空气 介质1 这就等于 这个AY 路色坡 AY 就是什么 垂直偏证 这是垂直偏证 垂直偏证坡 这个 这个好像换成X 这好像换成Z 然后Hi 就是等于 A1 分之1 乘上K1 Ki cross Ei 那我们把这个 带进去 Ei用这个 cross起来以后 你把Ei Eoi拿出来 这个AX cross A1 是负AX 负的 Hi就是变成这个 Ei是这个 然后我们就看反射波 反射波是这个方向 它是 Z是负的 X是正的 反射波的电厂 以及磁场 以及磁场 我们假设反射波是这个 Ki 就是 这个Dot R 就是变成 这个变成X 这个换成Z 就是这样 Beta还是Beta1 第一个节制的 那Hr呢 就得Aeta1 乘上Kr 乘上ER 那就是 传播方向 cross这个字 那ER 拿出来 E25 拿出来 这里头 AX乘AY是AZ AZ AX AX 是负AX 负负的正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是什么 反射波 你看 反射波的 它的 H场 我们这没有画出来 这个如果是垂直辨正 那这个就是在这个 H场 在这个 入射 面上面 它 穿射波 这个 这个方向 X是正的 Y Z也是正的 Transeper 我们假定是这样子 H场 也是 A2 现在是第二个节制 Beta也用Beta2 等于 这个 Cross 这一项 Cross以后 我们可以把 EOT 拿出来 出上这个 这个 AX Cross AY 是AZ 真的 AZ Cross AY 是负的 这个是 Transfer 波 现在有 Snails N2 Sine C D 等于 N1 Sine C I 换成 Y AZ 换成 这个 界电常数 是这样子的 所以 Sine C的I Sine C的I 就等于这个 乘过来 等于Sine C的T 因为 这个阶子 比这个阶子小 这个 小于它 那就是说 你这个脚 这个正确 它说 乘上这个 打一个折扣 才等于它 所以 这个 C到T 一定要大于 C到I 对不对 好 现在当 C到I 等于 C到C 的时候 C到T 等于90度 这就是 Critical Angle Critical Angle 好 在Critical Angle 的时候 这个90度 C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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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的T是90度 应该 应该是 Sine C的T 等于1 Sine C的T 等于1 这个写错了 Sine C的T 等于1 所以 C到C 我们就称它 叫做 灵界角 灵界角 Sine C到C 就等于 这个等于1 对不对 就等于这个 就是这个角 所以前面我们其实 都跟各位讲 你这个要 要记起来 当C的I 大于 C的IC 的时候 这是 这个角要大于它 一般来说 就是 如果这个 比这个小的话 这个要大于它 当它 大于IC的时候 这个 Sine C的T 你把这个除过来 就是这个值 要大于1 因为 它等于 C到C的时候 它是90度 那你大于 C到C的时候 大于 C到IC的时候 那这个值 要大于 这个要大于1 大于1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 cos C到T 令它等于正负 更好1 减 Sine 平方C到T 好 我们把这个 调一调 就提出一个 符号出来 提出一个 符号出来 提出一个 符号出来 负1 这等于 负J 负J 负负得正 我看看 我们现在要取负号 因为取正号会有问题 所以 transfer的向长数 transfer是这个 向长数是这个 那么 β2x 是等于 β2 sinc的t sine c的t 它就等于 β2 根号 sine c的t 是等于 这个 所以 这个值 就等于 因为 sin c的t t 现在 大于1 大于1 那它这个就是什么 是实数 实数 这个是 β2x 本身是个实数 α z 它是等于 J β2 cosc的t 那我们就 把它写成 β2 这个 α z β2 在这里 然后 cosc的t 我们 这个 是等于 这个值 就是说 你这个 cos 我们刚刚是说 等于 去负值 去这个值 β2 J 乘上cosc的t J 乘上J 是负1 负1 是等于正的 所以它就是等于正的这个 这也是实数 从这个结果 带到这个坡里头来 它就等于 EOT J β2 的这个值 就是这个值 所以它是实数 所以整个就是负数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负阶 这个只是β2x 负阶乘进去 这个是实数 它是实数 α α就是等于 α 它等于 α z是J β2cosc 所以整个负 所以整个负 J β2cosc 是等于 实数 我们就令这个实数 叫做 α z 那这个 那这个指数 就是实数了 实数这就表示说 它往z方向传播的话 它会衰减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算出它的 ht来 ht就等于 传播方向 cross 传播方向 cross这个 我们刚刚 已经算过是这个东西了 刚刚算过了 那这个 你就把这个 也是变成这样子 它有个衰减常数 这个刚刚算过了 好 这就等于 EOT of eta 2 cosc的t 用这个带 sinc的t 用这个带 这个 加这个 OK 那H complex conjugate 这个去complex conjugate 我们假定这是实数了 那就有J的地方都变成正 变号 这个J的地方变号 好 那第二个J值的 它的它的平均功率密度 它的平均功率密度 就是 二分之一 AY cross AX 负AZ 这个是虚数 不要 AY cross AZ AX 这个是取实数 要这一项 所以它就等于 平方 平方 over这个 Eta 2 再被二出 然后有这个 就这项存在 3C的I也存在 然后 这个是负阶 这个是正阶 乘医生就变成一了 这个就变成两倍的 2 Alpha 2 Z 这个是传到 切直2里头 它的功率密度 但是这个功率密度 你看 它不是常数 它是圆着Z方向衰减 所以朝Z方向衰减 那切直2 最后它的功率密度 就变成零 那它的功率密度 变成零 就是说没有功率 会跑到 切直2里面去 因此 这个破就全反射 全反射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第八章 第八个例题 有一个坡源 它从水底 发出垂直偏正的电磁坡 以入射角20度 射向空气 与水的界面 水底射向空气 淡水 它的界定常数是81 μ2等于1 现在要求 临界角 反射系数 跟穿射系数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坡 进入到空气以后 它每前进一个坡长的距离 衰减的db数 我们看 A29临界角 我们有snails 现在N1是水 N2是空气 但Ni 等于 θc的时候 critical angle的时候 θt是等于90度 所以 所以 sinθc 就等于 N2 over N1 那就 等于 YR2 over YR1 那这个 是81 这个是1 所以它是 sidec的c 是等于 9分之1 那临界角呢 就是 0.6.38度 6.38度 我们 第二个要求 反射系数 反射系数 我们用垂直偏正的 反射系数 它是等于 这个 也等于 这个 那么 我们现在 知道 θi 那 我们要求 θi 是20度了 θt要求出来 还有 θ2 over θ1 我们要化成 它给我们的 它给我们的是 界电常数 所以θi 是20度 cosθi 就是cos20度 0.94 这里有cosθi 3c的t 等于 就是 snell's law 现在要求 这个 穿射角 那这个 化成 我们化成 这个 那这个就是 等于 9 这是81 这个是1 9 乘上 0.34 这个 320度 0.34 就等于 3.08 那 cosθt呢 它是等于 正负 1-3平方 θt 那 3 那 θt 3平方 θt是 3.08 那这个 是 大于1的 我们就把它 对调 就变成 负j 负j 负j的话呢 我们就 这有正负号了 本来应该是 正负j了 我们取 负值 因为正负取下去 那你求出来的结果 不适合 好 eta2 overeta1 是等于 这个 这个是eta2 这是eta eta1分之1 那么这个比一比就等于 eta1 等于 epsilon R1 epsilon 都约掉了 这个是 空气 就是epsilon Ipsilon 这个是 水里面的 81是9 我们就把这些数字 带到这个里头来 这个用9 cosin theta t 负 cos theta t cos theta i 0.94 减掉 cos theta t 负j2.91 这个底下 这个底下 那就是 也是9 0.94 这个 也是等于 我们eta1提出来了 eta1提出来 这个 这个就是eta2 over eta1是9 这变成两个幅数相除 那我们把它化成极形以后再处理 那它就变成 因为它的大小都一样 约掉了 那只有face 上面是exponential j19度 底下是负19度 那就是等于 这个 就是说垂直 偏正的反射系数 大小是1 它的 向脚是38度 求穿色系数 穿色系数的 垂直偏正是等于 这个 那我们还是一样 把eta1提出来 eta1 提出来 把eta2 提出来 eta2 约掉了 那这个就变成 两个cosinθi 这个就是psinθ 这个 这个变成 这是cosinθ 这个eta2提出来 这两个比值是等于 这个 cosinθ 这个应该是 sinθ i才对 这个应该是 sinθ i才对 这么写成 cosinθ i 那么 那么 这个 我们把它 化成 化成 复数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0.94 跟这个 约掉 这个出过来 是这个值 然后这个 是等于 1.89 exponential 19 点 这应该是 cosinθi 这个写错了 这个是cosinθi 是这个错了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垂直偏正 这个是cosinθi 秋波 进入空气以后 每一个波长距离 行进每一个波长距离 衰减的 dB数 θi是20度 它大于它的 critical angle 所以设到空气中的 电磁波的电场 电场 它给我们的是这个 给我们的是这个 那我们 给我们的是这个 我们现在把它 化成这样子 β2 乘3c d 就等于 β2 x β2 cosinθt 这一下 我们就 后面这一下 我们写成这个 那里头的β2 就是 2x 就是β2 sinθt 等于β2 sinθt 我们用这个 snail slot 已经等于 这个东西了 我们就 它是这个值 αZ 是等于 j β2 cosinθt jβ2 cosinθt 是等于 这个 我们刚刚算出来 然后 这个乘出来 负负的正 这个 j乘j是负1 负负的正 是2.91 β2 然后这个 β2 是2π over lamin2 所以每一个 波长的 衰减因子 每一个 波长的 衰减因子 就是 这个东西 衰减因子 它等于 负 α2 它现在是 每前进 一个 波长 每前进 一个波长 z 等于 lamin2 所以这个 α2 2π over 2.91 2π over lamin2 就跟这个 lamin2 一样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 这个值 乘出来 4π 乘这个 就是 exponential 负 18.2 次方 那么 它的 dp值 就是 20 乘10 以 log为底 以10 为底 的log exponential 负 18.2 那我们把这个 算出来 这个算出来 是7.9 然后这个就是 负的 158 个db db 所以 电厂 每前进 一个波长 它衰减 158个db 哇 衰减得非常快 衰减得非常快 就是说 它根本就是 等于射不到空气里面了